赵姬自从有了烙矮 就整天沉迷游戏无法自拔 不但偷偷生了俩娃 甚至还把他们带回了家 可到了城门口 赵姬却发现 嬴政根本没来接他 一气之下换了个轻便的跑车 就去找儿子要说法 丝毫没有注意到 俩娃已经憋得受不了 从箱子里爬出来了 眼看大家神色不对 烙矮扭头一瞅 吓得一个箭步冲上车 赶紧把俩孩子塞回去 车窗也关得严严实实 虽然只是掩耳盗铃 但又有谁敢说出来呢 大臣们都心照不宣 只有可怜的嬴政还被蒙在鼓里 跟母亲一顿道歉 求她同意自己迎娶初恋米花 赵姬一听这名就坚决不同意 米姓 这不明摆着是楚国势力的圈套吗 正是华阳太后 欲安查在寡人身边的眼线 嬴政虽然看清了圈套 但她了解米花的为人 她更相信自己绝不会因私废功 让楚系势力卷土重来 寡人要娶子女为妻 面对儿子坚定的态度 赵姬只好采取迂回战术 同意让嬴政娶亲 可惜嬴政谢得太早了 赵姬只说可以结婚 但具体娶谁还得听她的 赵姬让儿子趁早死了娶处女的心 要娶就娶她亲自挑选的儿媳 赵姬还拉上丞相和组长 一起给嬴政施压 但嬴政却依然不肯让步 赵姬只好告诉她 自己已经昭告天下 宣布勤其联姻 再想改也不可能了 虽然你是大王 但是你还是我的儿子 未经我许可 你休想娶什么楚国女子 没想到当天晚上嬴政 就给母亲传了个奇怪的口信 赵姬琢磨了一宿 也没想明白咋回事 一大早就赶紧叫来儿子的青梅竹马 问她昨天晚上究竟发生了啥 赵姬这才明白 儿子为了娶处女 竟不惜先上车候补票 而就在太后思考对策的时候 嬴政也在积极备战 到处拉援兵 儿子为了娶处女